好這個檔案我們先來看這個第一題的解答 這個second四次方tang4次方 這兩個呢都是偶數 那偶數的話呢我們就把一個 兩個second也就是second平方的 搬到後面去 我們先把這個題目抄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呢是這樣子 就是把second平方搬到後面去 然後把這個second平方呢搬到後面去 也就是把這個second四次方拆成second平方 second平方 然後中間這個tang4次方呢落下來 中間tang4次方落下來 那這樣做呢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呢這個後面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改成了Dtang 因為tang微分以後呢變second平方 變second平方 好所以上面這個畫底線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這個式子 那這個tang4次方呢照抄下來 然後前面這個second平方 我們用那個平方的橫等式 我們可以把它轉成呢tang4 tang4加1 tang4加1 好second平方就是tang4加1 那所以這樣做了呢 我們就把這個橙開 橙開以後前面就變成了tang的六次方 那這個四次方乘上這個1的話呢 它是tang的四次方 好那所以呢 同學現在呢把這個tang呢 看成是u 好所以它現在是u的六次方 u的四次方 然後抵u 然後抵u 所以 u的六次方 你對u積分以後呢 它就變成七次方了 好然後這邊是tang的七次方 那四次方呢 你看它積分以後啊 它變成五次方 好然後這邊是tang的五次方 好最後再加一個常數c 那這樣子呢第一題就做出來了 那像這種呢都是偶數的 我們就把其中一個second平方 搬到後面去 跟dx搭配在一起 轉換成dtang 那剩下來的這個偶數的 這種second次方 我們就按照這個平方橫等式 把它轉成呢 tang平方加1這種形態 那所以呢 現在second都不見了 只剩下tang 那這時候我們再把tang看成是u函數 好然後下去做積分